我是《民论时报》记者庄永山 今天很高兴来请教我们国立高雄斯万大学校长 我们今天有红酒生物科技产品的发表会 请校长来简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高师大研发这么好的红酒的构成 一些重点 好来请校长 好谢谢庄兄 永山兄也是我们高杀过去的老同事 那陈如我刚刚在记者会里面所报告的 我想今天这个产品有它的应用性 我们常常讲这个世人怕时间 可是这个世人 世界人所有人类都怕时间 因为大家都希望永保健康 那这个时间怕金字塔 因为金字塔把 为什么埃及金字塔这么有名 因为他把四五千年前的法老王的遗体都留存了下来 那我们高师大的谢建元教授 这几年在生物科技产品的研发上 确实有不错的成果 那么记忆两年前他研发了这个红酒以外 那么在去年年中左右呢 他们在研发红酒的过程当中 没想到红酒的酒破 那么从中萃取的元素呢 竟然可以作为很重要的 抗老化抗氧化的美白产品 那他去年告诉我这个消息以后 我们就给予部分经费上的支持 那没有想到在去年底这个产品出来 那么在学校 在所有老师 特别是女老师群当中呢 获得很好的回响 那我们就跟他讨论 到底怎么样来再进一步 再做商品的包装跟研发 结果也取得了四色系的陈立员主任 跟他们学生的一起努力 所以刚刚那个包装盒 从蓝转白 也有美白的意涵 所以生科系跟四色系 做了美好的结合 那他们问我说要面什么名称 那我就想到这是高师大的产品 又是高师大教授 深度高度思考以后 才得到了一个结晶 那么又有创造奇迹的味道 那这个奇迹又有起立肌肤 美白肌肤的这个功效 因此我就把他命名叫做高师奇迹 那希望在未来 接下来一步的工作呢 就是做行销泡沫 那希望这个产品能够顺利上市 那么创造很高度的商场市场价值 谢谢 是 那我们另外还有红酒 刚才校长讲到这个红酒跟Whiskey 这个重要差别 这个是不是分享一下 这个蛮有意思的 没有 这个我是刚刚从 谢教授的这个PPT里面 所提到的这个内容 我截取他的说法 他说 这个就是所谓的 一般人所说的法国悖论 英文叫Paradox 那显然就是 大家认知到 红酒对新学 新学友几分是有正面价值的 我记得自己也有几个医师朋友 他们认为确实有这样的功效 那刚刚那个谢教授提供的资料里面 就呈现 法国人爱喝红酒 所以寿命比爱喝Whiskey的美国人 平均寿命确实有统计数据上的差异 是 好像法国人比美国人寿命平均一命多了三岁 所以我想 我自己也喝红酒 我觉得红酒确实对心脏有很好的正面价值 谢谢 是 那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校长提到 我们现在做promotion行销 那我们现在国际市只为全球最大的公益组织 现在有一个叫全球公益交易平台 也就是希望协助企业家 把这一个产品行销全世界增加公益款 那这一个我们想说 这一个校长也是我们国际市只会的会员 网络市只会的创会的私有 那是不是请校长也稍微谈一下 是不是我们能够协助什么 我非常佩服国际市只会 特别是网络市只会 那么在庄教授的创办之下 会晤蓬勃发展 那未来如果有机会 高师大也很愿意在国际网络市只会里面 承担一部分的工作 我们也努力在这个公益平台上 那么做我们大学应该善尽的社会责任 那我们会努力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得到国际市只会 特别是网络市只会的所有私有 大力的支持 谢谢 那也感谢我们五年长校长 这么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希望高师大 在吴校长领导之下 能够把这一个这样的产品 还有其他老师的努力 哇洋光大让全世界都看得到 也就是台湾之光 谢谢 这个吴校长 谢谢 谢谢